现在新醋派健康跟我来 那么我想大家为了养生 都会喝醋 那么在不同的节气 要饮用不同的醋饮 它才会真正的达到养生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 他对于醋也非常有研究的段菜林 他就来告诉我们 醋也可以自己用不同的风味 而自我酿造 我们就一起来学吧